目前国共两党正在冲进 紧锣地位商谈 将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和平的新中国 你是不是潜入我的坊间 拿走一份图纸 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命令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得到 就这个东西对共产党很重要 我们好不容易敢做日本鬼子 内战一旦满覆 就会成为战争罪犯历史的罪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在利用她调查婚犯 秦宇接近她是有目的的 你说秦宇 我以为也是特务啊 她一直在利用你你知道吗 你只不过是她手上的一颗妻子 你下一个要干掉的人到底是谁 今天我要杀了 上头有命令你不能直接来找我 哥 我要被你帮住 哥 我要被你帮住 你是特务吗 过来 把她绑起来 去 过来 把她绑起来 过来 把自己锁起来 过来 把自己锁起来 过来 把自己锁起来 我今天饶你不死 我觉得自己锁起来 市长 怎么回事 吴博涵 跑了 什么 博涵 我以后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靳无数 靳无数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快坐下 坐下跟你说 昨天晚上 林涵突然找到我 说要我把你约到东方旅馆 她说有事情要跟你面谈 我说我不干 她就威胁我 说要我父母的命 我怕我爸妈遭到迫害 所以 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他们找你到底什么事啊 没有难为你吧 怎么了 你干嘛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你说的都是真的 难道你不相信我 你让我怎么信你 那好 我跟你一起去找她 咱们当面谈清楚 行了 你上哪找她去啊 她是欧阳晓风的手下 我现在去找欧阳晓风啊 行了 等等 你还是不相信我 那你就一枪打死我吧 开门 开门 莫涵 我知道你在里面 糟了糟了 是她 怎么办 走 从浴室的窗户 从窗户走 快 来了 走 走 是 是 是 她的宇宙的窗户逃跑了 是 是 她的宇宙的窗户逃跑了 追 追 spread 追 追 上 上 那边 那边 是 锅子 好 跑路车 来了 你慢点 走 人哪 没看见 妈的 你们的脑袋到底是被门夹了还是被车轮子给压了吗 三个人都抓不到一个人 居然还有脸来接我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要么抓住吴博海 要么把你们的脑袋割下来交差 是 市长 要不我把白玲抓回来审一下 不就知道他下落了 我看你脑袋不是被门夹了 是被驴踢了 白玲是找吴博涵的唯一线索 抓了他去哪儿找吴博涵啊 是 市长说的是 还愣着干什么 要等吴博涵请你喝茶你才走吗 快去 是 属下抓去 怎么了 去哪儿呢 这儿不安全了 吴博涵已经逃出来了 刚刚来找过我 而且中头特务正在到处找他呢 来 我们先离开车 快走 你说刚刚我不还来找你 是 他已经怀疑我了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 我是在你的手下领海的胁迫下 才把他们约到旅馆的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说的 我说 他信了 半信半疑 就在这个时候 林海带着人闯进来 然后 他去跳窗户逃走吗 以吴博涵的个性来说 他是不会沉溺离开远程度的 他应该回去找林海算账 可是他一旦找不到林海 他有可能会回来找你 那 那我该怎么办 没事 别着急 我带你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你先藏起来 等我消息 那了了呢 没事的 了了他是秦宇的女人 秦宇应该会保护好他的 再说 这吴博涵应该不会把精力 放在了了了身上 走吧 我说 有人吗 谁呀 哎师父 是这样我迷路了 我特别饿 能不能在您这儿弄点吃的 好啊 爸妈 跟我来 来 我给你盛碗粥吃 哎 这儿就你一人住吧 是啊 这果园总在有人看呢 借你的地儿住几点 对不住 这是我朋友的房子 朋友暂时出院了 不会回来 你再安心住一下吧 你留着防身用 那我先走啊 小枫 怎么 我一直不太明白你的计划 为什么我和寥寥 把秦宇和吴博涵约到旅馆 他们就成了仇人 还有 你那位药铺的朋友 到底是什么人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反正我已经答应过你 会帮你除掉秦宇还有吴博涵的 可是 别可是了 你就在这儿待着 有空我回来看你的 小枫 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那位药铺的朋友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开药铺的肯定是卖药的 还能干什么呢 那你小心安全 我走 白铃隐约感觉到 欧阳小枫和周易复 很可能是潜伏在原城的地下的 他似乎明白了 两年前欧阳小枫不辞而别的原因 欧阳小枫在白铃心中的形象 由一个混蛋 渐渐地像英雄撞唤 笼罩在他心头 整整两年的阴霾 似乎在慢慢散去 他的心中 开始萌生出一种新的期待 不过 他仍然担心 欧阳小枫在演戏 在吴博涵和秦宇死之前 他还不能 完全相信欧阳小枫 希望仍然担心 老板 来 尝一下我的鸟子 哎呀 生甜了 是你 你在那干嘛 令海说你应该会找白灵 让我在这守着 令海在哪 不知道 我在问你 别别 我知道 火车站 他帮你逃出原厂 所以就在那等你 千菊子 菊子 不甜不要钱 天菊子 不甜不要钱 天菊子 天菊子 不甜不要钱 天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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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菊子 天菊子 卖菊子 天菊子 天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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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呢 我在这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李 relaxing 想好了没有 灵海 为什么要陷害我 陷害 大哥 小弟没陷害你啊 灵海啊 灵海啊 我尬你啊 这生的末端就是死了开就死了 所以每个人啊 咱们都得在心里准备一颗小棺子 这一会儿水就开了 你也知道 我怎么款待你了 大哥 小 小弟什么都不知道 被冤枉的小弟 小弟真是冤枉的 你看 这环境差了 也找不到东西 也就这玩意儿 你也别介意 哎呀凑合用了 哎呦我跟你说 我小的时候 我叔父是个杀猪的 我让他每回杀猪呢 我就帮他烧水 这烧开的水往那猪身上一浇 然后他一刨 我告诉你 多脏的猪 最后都白白胖胖的 大哥 别别别别别 小弟知道你是被陷害的 好 这样大哥 你放小弟回去 好 小弟去跟市长说明情况 这样行吗大哥 好 灵害呀灵害呀 哎 大哥小弟是被冤枉的 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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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一会儿想通了呢 点点头 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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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 什么什么态度 他有没有完全信任你 不但没有 反而对我越来越反感了 怎么会呢 当然 我没有替他杀了秦宇还有吴博涵 反而让他惹上麻烦 可是 吴博涵不是已经被秦宇抓了吗 是 是抓了 但是后来又放了 秦宇这人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他不但没上当 还怀疑白灵是共产党员 现在白灵吓得都藏起来了 藏哪儿呢 藏哪儿我也不知道 我也正在找 小枫 我觉得白灵性格那么固执 要得到她的信任恐怕很难 这事如果再来 都不在许多重 我没有什么 我没在这时 我也不在这里 你们不能再来 我都不在这时 会不会让她说 你不在这时 你不在这时 就很想吓 我跟你缴 你只会是 我都不在这时 会不会 我都不在这时 我都不在这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不过已经倒闭了 总先走 晓风 怎么 能不能告诉我 你的那位药铺的朋友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开药铺的肯定是卖药的 还能干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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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醒了 你睡得够死的呀 怎么着 昨晚累的了 大哥 我觉得咱俩是 没冤枉的 我觉得咱俩都是清白的 是吗 那谁是换人呢 白领 可能 还可能是欧阳晓风 你怎么知道 我猜他 你猜他 你猜他 我猜你他们身上皮还挺厚的 但是不是到底厚不厚 我还不知道 咱们验证一下 灯哥 别 别来了大哥 求你了 别来了 我求你大哥 求 你求我 是 我求谁的 我求秦云 你能放过我吗 求人哪 不如求自己 对吧 自己抬自己的活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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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通了 是 我找 对呀 你早说少受多少罪呀 对不对 来 说吧 我也是没有陷害我 这都是我干的 我因为妒忌你 我想当队长 就你他们这样还想当队长 林海林海 你他妈被王长林陷害 我好心救你 你反倒咬我一口 你他妈是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该死 你跟我说说那共党怎么回事 那共党 你装他妈什么算 你就是共党 大哥 我不是共党 我对党国一心无二啊 我 我没说假话呀 你不是共党 你为什么跟那个药铺的老板合伙陷害我呀 是这样大哥 那药铺老板 他根本不是真的老板 他只是跟那老板长得像 真的 你相信我 弄了半天 你弄了一假货来栽赃我 是 兄弟不是人 对不住了大哥 兄弟是糊涂 你他妈是不是又想让我再给你洗个开水澡啊 不 八方大哥 我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相信我求你了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他妈闭嘴 对 让我重新梳理一下啊 你呢因为嫉妒 为了东山再起 做这个行动队队长 好在这个中统 打出一片天下 由此来陷害我 然后你威胁白林 让他跟胡了了分别约我 跟市长 到东方旅馆 然后你找了一个 长得像药铺老板的人 趁我洗澡的工夫 潜入房间还写了上字条 然后跟白林一起跳窗逃走 以此达到 陷害我的目的 对吧 是还不是 是 是 接下来就简单了 你只要再去做一件事情 你就自由了 什么 什么 就是去市长那儿把所有的事情 都澄清 市长 不愿意啊 不愿意 我愿意 我先下去 大哥 你放过我 我现在就去 可以口水喝吧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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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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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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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無門女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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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犬 地獄 地獄 快点 你在干嘛呢 屋子里太闷了 所以在这吹吹风 今天晚上的月色好美啊 怎么的 昨晚累的了 大哥 我觉得咱俩是被冤枉的 我觉得咱俩都是清白的 是吗 那谁是坏人呢 白领 可能 还可能时候要想放 你跟我说说那共党怎么回事啊 共党 你装什么算 你就是共党 大哥 我不是共党 我对党国一心无二啊 我 我没说假话啊 你好 请问一下白领在吗 白领 他已经请假了 好 那胡聊聊呢 别请假了 谢谢啊 不客气 不客气 不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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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来杀我的对吗 我怎么可能杀你呀白灵 我只是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你没有找到林海 我找到了 他承认一切都是他干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找白灵 他后来翻供 然后想逃跑被我踏撕 所以 你怀疑林海并没有害你 他之所以招供 完全是被你逼的对吗 白灵 你告诉我 所有这一切 是不让小枫妾魄你干的 你错了 我才是主谋 他只不过是在配合我 你的意思是 你要杀我 别演了 你的戏该收场了 白灵 我对你的一片真情苍天可见 你要不信我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吴伯涵 好人演多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好人 你别忘了 你骨子里躺的是十恶不赦特务的血 其实你从来没有对我用过真感情 你接近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那张图纸 白灵 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图纸在你那儿 而且在我和小枫来之前我已经对你用感情了 可是在那之后 你为了得到图纸 你对白灵的爱情就已经扭曲了 你还利用白灵来对付我 你还指使你中统的手下绑架白灵 对她言行逼供 这叫爱她 我承认我是中统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滥上不顾 我更没有指使什么手下去绑架你 吴伯涵 看来特务机关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 你这脸皮已经到了刀枪不入的地步 吴伯涵 在白灵被秦宇绑架之后 你是不是接过一个匿名电话 告诉你白灵被绑架 让你去救人 喂 白灵让我转告你 他想跟你谈谈 他在房间等你 就现在 喂 我说你是谁啊 为什么捏着鼻子讲话 好好说 喂 喂 是 是有这件事 你当时还问为什么 对方有捏着鼻子说话 因为那个电话是我打的 是我冒着风险给你打的电话 让你去救白灵 白灵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 吴伯涵 好一个真实的 你这不知羞耻的程度 已经到人生共愤的地步了 自从你加入中途以后 你的组织骗不全国 你的组织骗不全国 你利用跟踪 绑架 来骨 暗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造成多少冤语 杀了多少鼓 你的罪行 你到庆竹南输的地步 看来 你只有用你的鲜血 才能洗烧案你这一生的罪有余 你把枪放下 要不咱俩同归于尽 你救过我 我银记在心 但是欠下的债必须要还 这一枪我是替胡帆打的 这辈子你选错了方向 如果有下辈子 我希望你走正道 好 好 怎么了 市长 警局来电话说有人报案 发现两具尸体 我也去了一趟警局 是两个 一个是林海 另一个是吴博涵 吴博涵 他 他 林海 如果死在吴博涵手上 那吴博涵是给谁杀了 他 奇怪 下去 是 社长 发生了什么射击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我今天晚上我是和白灵私会的 我根本没见过什么共党分子 然后我去了一趟卫生间 等我从里头出来我就没见过他 白灵说他根本没去过什么区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中间一定有人搞过 小丹姐 有您的电话 知道了 对 我上拉一拉 行吗这样 应该没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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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这边用一下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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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哪位 是我 秦宇 什么事 不行 不行 那好吧 你还没听 天空有云 谁能说 谁能说 风平朗静 谁能说 风平朗静 你的眼睛 充满坚定 它穿过了 黑夜的地 你像火焰般燃烧 你像火焰般燃烧 洗手意不重要 你能看见我最后的微笑 让我们 再一次 紧紧的拥抱 哪怕窗外 炮火再呼啸 我只要听见 你我最近的心跳 你还没听 天空有云 谁能说 风平朗静 你的眼睛 充满坚定 你的眼睛 充满坚定 它穿过了 黑夜的地 你像火焰般燃烧 洗手意不重要 你能看见我最后的微笑 让我们 再一次 紧紧的拥抱 哪怕窗外 炮火再呼啸 我只要听见 你我最近的心跳 想念不怕地都 闪耀 我只要听见 你我最近的心跳 那是生命真实的依靠 那是生命真实的依靠 优优优独播出版本 不仅舍退